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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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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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Selwyn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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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就好办了 你去吧 等会儿 这你负责啊 走 杜塞侠 过来过来过来 什么事啊 把我的钱还我 那钱我弄错了 误会那钱是我儿子给我的 你儿子给你的 就这野小子 不是小子 不是野小子吗 那你说你爸叫什么 你别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杜塞侠 甭拿这野小子梦露 把我的钱还给我 石头 怎么着干啥打我了怎么着 石头回去 别跟他一般见识 帮我哪儿跑 你给我回来你 回来 我干什么你 你回来 你想干什么你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给我去派出所 我们家钱你丢了 给我说清楚了 就是你供应我男人偷的 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 这野小子就是证据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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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 我跟你们骗了我 快来 快来 石头 干什么呢 谁要一看 你 要一看 你这野小子 你又一看 你说你还要一看 他就把他太远了 可是他太远了 为何人也还要一看 他在这野小子 我怎么这么这个 他这样所做 我还要一看 一看 他都不顺利 把它是小子 快 让天跑我看看 好人哪 好人哪 我还以为你牺牲了呢 哪有啊 我这不过来好好的吗 傻乡 姐姐 还有一些 姐 我总算找到你了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把衣服换了吧 来 给你做好吃的 走走 念红 终生 这一晃啊 你俩都长这么大了 还记得我吗 大跪是不是 再想想 你俩也白眼了 小时候护你俩玩 你们忘了啊 你想什么呀 小的 叫什么 我就石头 石头 不错 这么小就知道护娘了 有种 但这有一点 以后不能随便去砸人剥脸 知道吗 石头啊 做人一下假道理 但是也不能憋屈自本 让人欺负了 罪 你娘扯了罪 来 这样 来 拿着 给人赔个不顺 把人赔块剥脸 我不顺 干吗 委屈你了 好汉做事好汉当 砸坏人家东西就得赔 不丢人 拿着 去 去吧 这辛苦的真火 胜利 来来来 过来 这是满堂的儿子 这是胜利 过来 胜利 胜利 你一小子总该记得大贵叔叔吧 小时候我跟你爹 陪你一起玩火车 想起来了吗 你还跟我说 长大以后 你要做火车司机 是不是你说的 你想爸爸 你想爸爸 声嘞 大贵叔叔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是他的缠点不能控 知道吧 现在大贵叔叔回来了 就等于你爸爸回来一样 以后大贵叔叔就答应当儿子 亲儿子 我的情况都跟你说了 你也说说你吧 我当时离开你们以后 我呢 就想找个地方爬出城墙 可是后来你知道怎么着了 怎么着了 我刚一爬上去 特务带着宪兵 就在城墙上等着我呢 当时我想 肯定是顾思雨那小的水的坏 当初就应该一枪毙了他 你被他们抓着了 抓着了 抓着我我还是你弟弟吗 我当时拿出手榴弹 我就扔过去了 然后我一纵身就跳下去了 你跳下城墙 那几丈高的城墙 你跳下来你还能有命啊 要不说呢 我命就是硬 而且是服大命的 啥事没有 一点伤都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真没有 你看 哥 腿 那你没受伤 龙崖解放了以后 你怎么不来找我 你知道这么久没你消息 我有多担心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错了 行吗 姐 你听我把号说完去吗 我当时从城墙上跳下来之后 特务 特务 立法让下一捆手榴弹 一捆 当时我想 完了 这一下算是革命到头了 可谁知道啊 我哥他不留我 等我醒来以后 我就躺在后方医院了 没事 你都进医院了 还说没事 你伤哪儿了 严重吗 头 不过没大事 我看看 不不不不 真没事 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 出来以后 我就直接被你降到前线了 能上前线 那就没什么大事 姐 有个事我想问问你 这个顾思义的孩子 你怎么也收留啊 难道你忘了 当初是他 差点要了你的命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他妈妈复销对我很好 我在监狱的时候 免候和终身 都是他帮我养的 现在他死了 我也要把他的孩子养大 可是如果这个孩子 以后长大了 他一旦知道他爸爸是谁 你说他会怎么对你啊 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他 就像我永远都不会 告诉终身 他是日本人一样 就算有一天 他们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恨我 我都不后悔 反正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行了 回去吧 明天啊 部队的车八点要来接您 回去吧 姐 再坐会儿吧 就三天时间了 我想 再跟你多待一会儿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咱们是一家人 对 咱们是一家人 洪大贵同志 受伤多久了 半年多了 大夫 我这伤没事吧 部队医生是怎么说的 他们就让我过来拿着片子给您看看 说您是隆安最有名的那科医生 让您给开个证明 医生 赶紧给我开证明吧 我要回部队我还有任务 我可以给你开这个证明 我可以给你开这个证明 但是你要离开部队了 离开部队 怎么可能呢 离开部队不是要我的命吗 这块蛋片才有可能要了你的命 它正好在你脑干一侧 压迫你的脑神经 严重的话还有生命危险啊 那您把它从我脑子里取出来不就完了吗 现在我们的医疗条件还做不到 万一手术不成功 就会造成脑瘫 变成白痴 您是说我会变成白痴 就是傻子 所以我的意见你必须转业 医生 你看这样行不行 就算我做手术 那你等我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再做行吗 再让我转业行不行 不行 领导让我帮你诊断 我必须要实话实说 那您的意思是 我早晚得变成一个白痴是吗 也不一定 如果这个蛋片的位置没有移动 也许你的一生就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但一旦出了问题 必须做手术 医生 我是一名战士 我就算死 我已经死在战场上 洪达桂同志 在战场上一旦出了问题 受伤害的不仅仅是你自己 还有你的战士们 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 你 你好 你是山秋衍啊 我听采霞姐说过呢 你是 我是她弟弟 刚从部队回来的 我叫红大贵 好 需要什么就和我说 营长 这人说话怎么这个味啊 我听我姐说呀 她是从香港回来的 文化似的 文化这儿不都这么说话吗 有什么需要请跟我说 行 开股去 是 我跟你们说啊 抓点紧 后天咱们就回部队了 走之前 必须把这屋子给我弃好 放心 营长 保证完成任务 这不是任务 是死事 是 死事 好好干 赶紧欠你们持久的 我建议呢 大家在这儿集中一下 来来来 袁浩 你看 同志们 祝贺袁浩同志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鼓掌 别别别别 不行啊 站长 我什么都没干 都是上司的功劳 你拿着 拿着 胡说 这奖招是给你的 这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 我怎么拿着 不 把名字开开就行 要不换我名字吧 去去去 起哄 你去 袁浩 怎么每回一表扬你 你好像就像拿了一个烫手的 山律师总躲着呀 不行啊 站长 我不能拿 我不是先进工作者 我得忙去了 回来 话还没说完呢 同志们 经过上级批准 从今天开始 袁浩同志被任命为 本站的副总六度 部长 大家好 好 你们快点啊 李浩 干吗去啊 给大贵叔叔买酒去 快点干干干干点 谢伙啊 大贵 谢伙啊 你干嘛呢我出去一天想造反啊 没有 我看你跟几个孩子住这个房子太憋屈了 我就给你盖了一件 这人家袁嫂的店 你跟人说了吗 你就盖房 袁嫂 哪个单位的 你是说那天拿洗餐那水破你那个吧 那更不用说了 他敢费半句话 我把他们家拆了 你拆什么拆你有本事了 你现在是解放军干部 你以为你还是土匪呢 解放军干部咋了 解放军干部也不能看着自己姐姐 你也被人家欺负呀 姐 看我这房盖子怎么样 够快吧 干嘛呀生气了 别别别别 我怕了我怕了 我跟您说 现在就说 现在就说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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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呢你 算算我去说起来 你省呀 是б吗 我还不兴奋 你得带了 我正是必须 你得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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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叶先生 回来了 回来了 来 喝水 袁先生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好好 大贵 这是我弟弟洪大贵 这是袁先生 袁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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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明天麻烦了啊 没有 没有 以后都是邻居嘛 那有空来家里喝两杯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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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这是 是 我 我这 给我太太买的 她才有时候能喝两口呢 你们家这都全了 男的不喝酒 女的倒喝酒了 那是不是你们家 太太说了算啊 好 同志 我太太以前有些地方可能做得不太合适 包涵 多包涵 没事 都过去了 以后啊 咱们好好做邻居 一定一定一定 有空过来喝两杯啊 妈 饺子开锅了 行了 吃饭吧 吃完了 胀不胀 折腾个啥呀 快拿下来吧 好不容易得到 就得挂着 看以后谁还敢欺负咱 快拿下来吧 就会跟我装 背着人看你那高兴样 我啥时候高兴了 我这些人 你还不过来 他也不过来 我不过来 我得不过来 我得不过来 你还买瓶酒喝 我这叫借酒交仇 你还愁啥呀 江也给你发了 官也给你当了 往后咱也是革命干部 行啦行 赶紧做饭去吧 我跟杜采霞同志 这就是我了解的全部情况 同志 你看看 如果都记全了的话 我会有什么问题 请你签个名吧 我就不用看了 我相信你们 签真啊 对对对 好 谢谢您给我提供杜采霞的情况 等我们领导回来 我一定交给他 像杜采霞这样的老革命同志 他的问题你们要尽快解决 真的 这个我做不了主 你说什么 你做不了主 那刚才我跟你说这些 不是白费了吗 你去 把你们这儿能做主的给我叫来 区里的领导都去市里开会了 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会很晚吧 要不你明天再来 明天再来 明天我就走了 我就回部队了 好 同志 这件事情 你得赶紧跟你们领导说 让它马上解决 我看啊 你们整个区 也找不出一个比我彩霞节 对革命贡献更大不了 真的 连你们区长都攥上 这事你真得帮帮忙 谢谢啊 真的谢谢 出来了啊 你千万别忘了 你千万别忘了 怎么样 干完了吗 回来了 连连连连 都干完了 我带您看看吧 你洗泥的 我看看 不错 这下好了 房子干好了我就踏实了 姐 你回来了 辛苦了 一会儿给你们做饭去 不辛苦不用了 辛苦啥呀 给自己家干活了 再累也不辛苦 对不对 对对 那我带你看这房子走走走走 这么多年了 住哪儿都没家的感觉 就这儿有家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啊 这是我弟给我盖的房子 正好 这也算什么呀 等我再回来 给咱们家换一个更大的房子 有软床 茅房一定在屋里 就是你以前住复更年那个 那个大房子 就换个那样了 大贵 我从来没有把复更年的别墅 当成自己的家 就算起义成功了 就算我跟他成亲了 我都不会觉得那里是我的家 因为那里没有 没有什么 我也说不清没有什么 反正啊 就是不如我弟给我盖的房子好 Así 你不能担心 你不能颓着 你先歇会儿吧 姐给你做饭去 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等着 奔死了 蠢驴 等大阔叔叔回来再吃啊 妈 怎么了 大阔叔叔呢 大阔叔叔走了 你们先吃 大阔 大阔 你干什么去啊 回家吃饭 行 我不回去了 怎么了 裂红成这样 我刚才 反正我刚才做的就是不对 不要往心里去 别担心 弟弟抱姐姐怎么了 我不也抱过你吗 行行行 回家吃饭去 姐 你 你真没怪我 大老爷们默契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怪你啊 你都不知道 姐姐你回来有多高兴 除了那几孩子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行了 回去吃饭 姐 我真的不能回去了 八点之前我要赶回部队 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了 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了 那你记住了 一定要活着回来 你跟寒毛都不许找我的 听见没有 姐等着你 去吧 去吧 姐 你等着我 你们几个听好了 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妈 您放心吧 石头 过来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 你要好好念书啊 周深 替我看着他 嗯 我不用乱看 你小子还记仇呢你 妈 我替你看着他 行了行了 走走走 上学去了 今天第一天上学 是仁爱小学吗 是啊 我正准备送他们去呢 你不用送跟我走就行了 我在那个学校教书 你在那学校教书啊 嗯 那太好了 那孩子们走吧 那孩子们交给你了 嗯 跟我走吧 石头 好好念书啊 您好 是杜彩霞家吗 我就是杜彩霞 您好 我是区政府的 嗯 什么事啊 刘胜利现在住在你家 嗯 他是烈士的孩子 组织上给烈士遗孤 发放了抚养费 一共是二百二十三元整 这么多 哦 这是补发的 以后每月都有 嗯 杜彩霞家 你抚养烈士子女 我代表组织 感谢你 那我谢谢组织了 这钱啊我替市里存着 哦 这钱啊 不是给他存着的 是给他生活上用的 以后组织上 会给到他十八岁 真的啊 那还能讲 签跟字符 就这儿吃了 哦 对 哦 对了 那个我们区长让你去一趟 区长找我 哦 解放前你是地下党啊 是 我是 跟组织失去过联系 是是是 是失去联系了 解放前由于斗争残酷 许多地下党同志啊 与组织上失去过联系 现在要他们回来登记 审查合格 就恢复组织关系 真的啊 你的名字排第一啊 区长亲自过问的 哎呀 那真是太好了 现在真是太忙了啊 好 这两天就跟我们 就给你们消息啊 对对 好 那就这样 哎呀 这些 区长 杜彩霞来了 哦 你就是杜彩霞啊 我就是啊 你好 好好好 来来来 周团长呢 是我的老上级 你的事他都跟我说了 来来来 进来 现在真是太忙了 工作是千头万续 就我一个区长 连科区委书记都没有 像你们这种啊 失去与组织联系的人啊 好几十人哪 来来来 坐 我找找你的材料啊 找找你的材料是在 这儿呢 还是在 这儿呢 这一只胳膊还就是麻烦 干什么都不方便啊 您这个胳膊是打仗时候负的伤吗 啊 隆安解放的时候啊 接到特务破坏的消息 我组织工人纠察队 保护殿堂 失去了一只胳膊 慢慢就习惯了 杜彩霞找到了 好好好 你坐坐坐 杜彩霞 好 我看看看看 坐 坐 好 好 杜彩霞 你的未皇夫是复更年 是 就是说 你在准备结婚的当天 复更年下落不明 起义失败 是 为了保护隆安 我的工人纠察队 死了八十多人 他们都埋在隆安的烈士陵园里 當然啊 我可没有怪罪你的意思啊 局长 我有责任 我不该轻信顾思雨 不要说这些了 你千万别有负担 我不会因为工大龙安 我失去了一只胳膊 就会对你有偏见 我也不会因为周团长 特意交代过我 我对你就有偏心 咱们这样按着组织要求 好吧 局长 我现在就像一个走丢的孩子 好不容易找到家了 组织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好 我 我理解 按照组织要求啊 失去联系的同志啊 得填一个表 你看看啊 这个 这上面写着哪年到哪年 这个是在干什么工作 证明人是谁 你会填吗 会 会填 那那就好 那你尽快地填好 完了以后直接交给我 好吧 那我先走了 局长 好好好 等等 蔡霞啊 还有两个事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养着五个孩子 我们研究了 仁岸小学啊 很快就会改为 咱们区里边的公办小学 今后你孩子上学的学费啊 就全免了 真的 谢谢局长了 有什么可谢的 还有啊 金花同志啊 让我帮你找工作 可是 你没什么文化 正好霍云站 需要个人办食堂做饭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啊 我愿意我愿意 只要等养家 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那就太好了 那咱们就说好了 说好了 好 那就委屈你了 不委屈不委屈 谢谢了局长 谢什么啊 那 那我先回去填表了 好好好 拜拜 他的名字 叫念红 小念红 快走 千万不能让他们抓住 共产党不是要领导谁 而是一种信仰 一个理想 妈妈 你怎么还没睡啊 霓虹 妈 你怎么哭了 不是啊 妈妈是困了 妈 明国三十一年 这个呀 应该写上 一九四二年 证明人消贱董玉清 可是这两个人都牺牲了呀 是 他们都牺牲了 牺牲的同志就不能做证明了 你再想想 当时还有谁在 满堂 满堂也洗手了 来 来 你喝口水 好好想想 当时还有谁在 他们都洗手了 那 那后来你带着土匪队伍 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 那个 那个不是我带的 那个是老黄和楚政委 让我这么做的 可是他们两个也牺牲了 也没法证明 抗战胜利以后 你教过入党申请书吗 我教过 当时老黄还说 他跟楚政委已经批准我入党了 可是我翻遍了楚政委四分区的党案 根本就没找到你的申请书 怎么会没找到呢 我真的教我 你先别急 也许老黄牺牲的时候 是出于保护你销毁的申请书 可是还是没有人给你证明嘛 那 那怎么办啊 你别急 你别急 你听我说 解放前 你参加策反复更年这件事 有人给你证明 谁啊 洪大贵啊 大贵来过区政府 专门来证明此事 那 那是不是就证明我是共产党了 我们研究过大贵说的 只能证明龙安地下党 曾经动员你参与策反复更年的行动 但是没法证明你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啊 所以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你只能算是地下党团结的外围进步群众 外围群众 我怎么就成了外围群众了我 我是党的人 你别急 你听我说 你听我给你解释 解放前 你决定嫁给傅更年 这件事你当时报告过没有 报告过 我跟满堂报告过 他是怎么答复你的 他 在想啊 我知道你怨我 甚至恨我 可是我怨你 千万不要一时冲动 后悔一生的 你是我的亲人 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 我都会心动 才侠 杜才侠 刘才侠 刘满堂是怎么答复你的 那就是你自己的意愿了 既然是你自己的意愿 你的身份就是傅更年的未婚妻 我必须告诉你 傅更年跑到了台湾 我们很想改变这个结乱 可是 蔡霞 蔡霞同志 蔡霞 你别哭嘛 我跟你说啊 进步群众 也是可以加入共产党的 你为革命做出那么多的贡献 养育了烈士的后代 这些事实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杜才侠憋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喷勃而出 他挨过了多少苦难的日子 咽下了多少失去亲人和同志的痛苦 而现在居然连证明自己是个革命战士 都做不到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吗呢 我就是出来透透气 孩子惹你生气了 没有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 咱俩呢也是不打不成交 我这人呢心眼小点 你别往心里边去 我是说往后咱都一个院住着 好好处 说不定以后谁能帮上谁呢 是不是 都过去了 以前的事我也没放心里 那我就以老迈老说几句 你说你 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 能不累心吗 我劝你赶紧趁年轻 找个人嫁了算了 我会 moving 我会想不可以 我是个小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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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